再去请 下人一时不明白 是去请谁 乔文景将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动 突然暴力起来 滚 滚 都给我滚出去请人 下人看到这样的情形 慌忙不迭地出了门 院子里立即传来了碎词的声音 乔文景的耐心就要消磨殆尽 乔家人终于将 丁院判和记子传请到了乔家 看着京城里两个名医道场 乔文景的心顿时踏实了几分 吩咐人将万丈拉开 让两个人进去诊治 丁院判和记子传诊完脉 随着乔文景出去外面说话 怎么样 乔文景迫不及待地问 丁院判皱起眉头 夫人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乔文景道 爹的时候只是流了血 鼻子有些发红 家中的郎中用了止血药粉 太阅来人也说请外科正宗来瞧 可是夫人伤在脸上多有不便 也就忍了几日 谁知道就越来越重起来 这是耽搁了 丁院判看向记子传 记先生可有什么好法子 记家祖上在太医院认过太医 虽然现在记家子弟不曾考进太医院 太医院上下对记家的外科医术依旧十分认同 记子传摇摇头 我从前医治过这样的病患 都是刮去浓血 再取药杀掉恶肉 方可服药 让创面其妇 这是外科郎中正宗的治疗法子 问题是乔夫人伤的是鼻子 如果按照记子传说的治疗方法 要将鼻子割开 除掉浓血 然后用药辅掉上面的恶肉 那不就等于将鼻子割掉 就算没有完全割掉 也要割去个五六成 谁敢这么医治 先不说痛苦如何 就算治好了 乔夫人日后要怎么见人 记子传和丁院判对视一眼 这种方法不可行 我也就没有了办法 谁也不能没有鼻子 尤其是主持钟馈的夫人 乔文景睁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记子传摇摇头 在下不能医治夫人的病症 乔文景如何也想不到 这病不能治 不过就是摔了鼻子 怎么会这么严重 乔文景看向丁院判 丁大人可有方子 丁院判仔细思量 然后摇头 还是请陈院士来看看 说不定院士大人有法子 外面偷听的妈妈 几乎要晕掘过去 谁能想到夫人的病不能治了 丁院判看向记子传 可否选记先生 先做些医治 记子传没有半点犹豫 还请乔大人另请高明 太医院也有外科正宗 请他们来更为妥当 在下不过民间郎众 万一有所疏忽 实难恕罪 说完吩咐胡林 背上药香 我们走吧 胡林看了一眼师傅 不禁觉得痛快 凭乔家人对 杨大小姐那一般 就该这样回绝 这样的中山狼 谁要给他治病 看着刻刻气气 退出去的记子传 乔温静半晌 心中才生起了 一股恐惧的滋味 丁院判 我夫人的病 这就 就 不能治了 丁院判忙躬身 乔大人 下官不是不能治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治好 夫人的病已经拖了十几日 尾时是难 说到这里 丁院判误然想起一个人 乔大人 没有请杨大小姐来看证 要说能治好 定然就是杨大小姐那般的医术 杨氏 怎么又是杨氏 丁院判亲眼看着杨大小姐 用血质痘疮 对杨大小姐的医术 已经说不出的尊崇 现在说到杨大小姐 如同谈起自己的抱负 天晴发亮 神情激动 仿佛地乔夫人找到了一条活路出来 乔大人 您的病不也是杨大小姐治好的 乔温紧听的这话 脸上一热 抬起头看向丁院判 却没发现丁院判脸上 有着讽刺的意味 丁院判很是激动 提起杨大小姐没开眼笑 很有精神 乔大人没看到 丁大小姐将杨家的秘方拿出来 现在所有的药铺都在治杨眉窗 大小姐连那些见急的女子都不嫌弃 这样的一风 乔大人让人去请 杨大小姐定然会来的 他之前设计杨振廷杀了杨氏 现在竟然要请杨氏来治病 乔温紧的心情 说不出的慧安 他一个女子懂得什么 可不能这么说 丁院判为人耿直 要么不说 要说就要论出个结果 乔大人 医术上没有男女之别 治病救人都是一样的 那可是关乎到性命 半点马虎不得 要说男女之别 杨大小姐还救过您呢 这个丁科 就要揪着杨墨 嗅过她的试衰整天不成 乔温紧的火 简直就要烧起来 想要跳起来 叫丁院判才贬 看她还能说出 尊捧杨氏的话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丁院判行医多年 总比一个女子有法子 丁院判摇头 一本正经的 和乔温紧论起来 就说杨没窗 杨大小姐将方子传下去 民间多少药仆都学会了 我们太医院还要悄悄地去打听药方 杨大小姐虽然只是个未出阁的女子 偏有旁人不会的医术 人人分贵贱 可都会生病 乔大人不要看杨大小姐 只是个民间女医 要看她的医术 能救活乔夫人 乔文景瞪着眼睛 愤怒地看着丁科 这人简直不懂察言观色 就要这样没完没了下去 丁科这几天听说杨氏在饱和堂的座位 回到家中 总要提壶酒 赞个好 偏偏太医院里没有人敢议论 正觉得憋得难受 现在总算找到机会 能畅所欲言 当然要说个淋漓尽致 乔文景却已经听不下去 不要再提杨氏 以为他不愿意请杨氏 整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请杨氏 那不是用自己的鞋底 抽自己的脸 丁科被看得一睁 向乔文景攻身 良药苦口利于病 下官也是一心为了夫人着想 乔文景按耐不住 焦急地站起身 丁院判开方子吧 乔家的事 杨默不清楚 现在他所有的经历 都在那些羊眉疮的病患身上 醒了 醒了 张眼边跑边喊 走到饱和堂门口 差点摔了个跟头 他却顾不得许多 杨大小姐 那个病 那个病得很重的病患 醒过来了 你快过去看看吧 这是治疗起了效用 周围的医生郎中 顿时七嘴八舌地问起来 张眼顾不得回这些人的话 毕恭毕敬地看向杨默 大小姐 真的 真的有效了 杨默点点头 正要带着人去看病患 抬起头 就看到走进来的丁科 丁大人 杨默蹲身行礼 其他人才回过神来 太医院的院判大人到了 太医院来做什么 该不会 是因为杨眉窗的新方子 院判大人 饱和堂可都是照周律行事 我们都能为杨大小姐作证 听到周围的声音 丁科不仅皱起了眉头 太医院在人心里 已经到了这般不堪 丁大人 杨默道 已经有病患用了药醒过来 大人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丁科跟着杨默 一起去了张家药铺 药铺门前 已经围了不少的人 张言走过来道 大家让开去 杨大小姐来了 从前药铺上说起杨大小姐 都是谩骂调笑声一片 而今谁也不敢当众 说出什么话来 杨默身后跟着的人 也越来越多 杨默走进屋子 床上的女子正看着绿珠 我 死了 我梦得 我死了 绿珠摇头 姐姐没死 杨大小姐将姐姐救活了 杨大小姐说 我们的阳眉窗 都有可能会好转 姐姐还会和从前一样 女子听到这话 眼角躺出一行泪来 再抬起眼睛 看到眼前一个女子穿着奇怪的打扮 杨默低声道 别害怕 这是怕互相忍上病气 我们才这样穿戴 绿珠道 姐姐 这就是杨大小姐 女子点点头 我不 怕 最可怕的 我都见过 大小姐 这样 真漂亮 她是真心话 睁开眼睛 木然看到的不是怪异的装扮 而是那双温和的眼睛 眼睛里的笑容 那清脆的声音 让人感觉到一股的安定 让她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这样 是最漂亮的 真是最漂亮的 她从来没有从心底 夸赞过一个人 杨默看向张眼 将病患的卖案给丁大人看看 丁科早就想看卖案 大小姐这样一说 郑重她的心思 在太医院里 她爱着自己的身份不能过来 现在好不容易赶上 自然要从头到尾学个清楚 绿珠道 我和姐姐都不热了 这里的病患 大多数也都好转了 张眼看了一眼绿珠 绿珠年轻 身体底子好 昨日下床之后 就一直帮着她 照顾其他病患 这个心善 又坐视利落的女子 可怜那么年轻 就沦落风尘 大家正说着话 两三个人拎了个婆子进门 有人还在街面上 败坏大小姐的名声 婆子被推了进来 绿珠看过去 这是我们寄院里 打杂的婆子 那婆子见到绿珠 躲躲闪闪 绿珠走上前 耿氏 你就不怕哪日烂了舌头 老宝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这样乱说 耿氏看到两边 站着那么多人 不及舌头打结 绿珠姑娘 你是自己熟了身子 老婆子一家还要生火 绿珠冷笑 要不是看着我们姐妹 染病病死 妈妈哪里肯这样打发我们 我们是被人卖了身不由己 你是一心为了钱财 就不怕天打雷劈 更是心慌 我也 我也 不是要这样 我也没说什么 是谁啊 是谁买保姆 做这种下贱的事 听到这里 丁可也很想知道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是乔家 那个姑娘早就说了 是乔侍郎家 人分贵贱 德性也分贵贱 丁可不禁惊讶 他没想到乔侍郎 竟然会这样害杨大小姐 怪不得提起杨大小姐 乔侍郎一脸的 遮遮掩掩掩的神情 仿佛身有隐疾 绿珠道 大小姐 我们姐妹已经商量好了 您和各位先生的 医病之恩 我们只有用 清清白白的银钱来报 绿珠说完 就有病患起身 帮绿珠端了一盆水来 绿珠几个将银钱 扔在水里 大家将银钱 投进去之后 绿珠看向耿士 你将银钱拿出来 也扔进水里看看 可比我们干净吗 药铺里立即传来 哄笑的声音 耿士不敢抬头 这些姑娘疯磨起来 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这些人 竟然会因为 饱和堂的大小姐 得罪老宝和朝廷官员 这些姑娘真是不想活了 你们这些人乱说话 就不怕死的难看 绿珠看看左右的姐妹 我们都是在煎熬中 懂死的人 你的话可吓不到我们 我实话实说 之后就等着阎王爷 来取我的性命 绿珠说着 向前走了两步 我死之后 也要到你床前 顺便拉上你 免得没人陪我们姐妹说话 将士生怕绿珠的病传给他 他向后退两步 却没想踩到自己的脚跟 四仰八叉摔在地上 药铺里传来哄笑声 杨默从药铺里出来 丁科也去了饱和堂说话 卫毛几个将羊梅疮病患的麦案 交给丁科 杨默道 丁大人看看这些麦案 这是从接诊病患之后 就仔细记录的 一共有三十二例病患 二十九例染上虐病 现在已有十六例退热 三例病患已明显好转 七例病患 病情有所改善 丁科低头看着一本本麦案 就算是太医院试新药 也不过如此 他就奇怪 一个十几岁的大小姐 怎么就能想得如此周圈 生像是一个有着几十年 甚至更久经验的医生 在交扬大小姐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那个人的学识 是他们的望尘莫及 丁科威正 半赏才到 纸杨默窗 窦窗 败血症 破伤风 这些病的方子 到底是怎么找到的 旁边的人就到 丁大人 这都是我们 杨大小姐的方子呀 他知道这都是 杨大小姐的方子 可是不禁让他觉得 有种恍惚的感觉 神就忍不住 开口询问 这是杨大小姐的方子呀 杨默迎上丁科的目光 丁大人 这次救治病患 有了好结果 不管是谁的方子 日后遇到 杨眉窗病患 都不会束手无策 杨大小姐以后 能让我们用这方子 治病患 张眼不禁惊讶地 问出口 杨默点头 只要这次治愈的 病患够多 这样的治病法子 能使用 大家再接治 这样的病患 就可以让我过去 一起变诊 我会一直看着 大家治症 只要大家方法正确 完全按照我的方法 来实行 我就答应 从今往后 可以用我的法子治病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银钱来买方 张眼道 就 就这样 杨某微笑 就这样 不过必须要按照 我的本方一致 无论谁想要改这方子 都要将我说服 屋子里的气氛 忽然变得欢欣起来 谁也没有料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杨默站起身 忽然想到一件事 等药铺里的病患离开 大家又将 饱和糖的旗子还回来 是啊 还有饱和糖的旗子 刚刚张眼还偷偷地想 能不能这样一直挂着 想想这几天 外地来的医生和药商 进到京城 都傻傻地四处问 这是怎么了 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都变成一家药铺了 张眼就觉得好笑 这些人真没见识 难道不知道 饱和糖再是新药方吗 从今往后 他们就有新药方了 丁科徒步走到药铺街面 见到两边的药铺 开始将灯笼挂出来 忽然 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 仔细想想 他才想起来 这次来 是要向杨大小姐 问诊乔夫人的病情 看看杨大小姐有什么法子 既然乔家这样害杨大小姐 他也没有必要 给杨大小姐添赌 丁科挥挥袖子 吩咐身边的小丝 将饱和糖的麦案 仔细拿好了 明日还要原封奉还 丁科话音刚落 雨点从天上掉下来 小丝联盟上前 伺候丁科生伞 麦案 我在卖案 丁科皱起眉头 立即从小丝手里接过卖案 然后藏进怀里 杨墨在屋子里换衣服 饱和糖的病患都离开了 明日就要将药铺恢复原状 他少不了多嘱咐江掌柜几句 说完了话 雨已经下得很大 天空也阴了下来 小姐 梅香低声提醒 您说今天要去给周爷看证的 好久没有给周成龄检查了 睡觉的时候想起来 心里有一种不太踏实的感觉 于是想着今天 要去给周成龄做些检查 谁知道早晨到了药铺 一直忙到现在 杨墨想到这里 站起身吩咐梅香 大方人去问问 周爷现在在哪里 梅香应了一声 转身去吩咐婆子 杨墨还没有穿好外面的长衣 婆子进来道 周爷在外面等着呢 这么快 应该早就等在外面了 杨墨忙到 快请进来 婆子答应一声 雨滴落在散面的声音 由远而近 一阵风吹进来 将帘子掀开些 雨水落在屋里 紧接着踏进门 是湿漉漉的周成龄 他的袍子 被雨淋成了深黑色 臂脚上也有湿润 身上的一果圆形 如同虚射 神态很自在 人却很狼狈 周成龄坐在原屋上 杨墨盘算着 他身上装了多少雨水 那些水脚印很清晰 袍子一脚还在滴水 他却没事人一样 仍旧端坐在那里 杨墨忍不住笑出来 这人搬起脸来看似吓人 其实背地里 并不一定很难相处 至少他第一眼看到他时 觉得是这样 entonces 瓶子红瓶 瓶子红瓶 帅子红瓶 还有 这一步 是 感谢观看